在桃園民集序里 散想起的恨不同时 联炎者跟桃園民都一起喝酒 对于桃園民集序里说 散想起的恨不同时 那么银炎者跟桃園民都一起喝酒 但是今年桃園民的这篇《桃圣四雷》里面有一段是描述 描述跟桃園民喝酒的一段描述 我们来读一下 他毕竟是跟桃園民一起喝酒 一起游玩的人 那么我们从他的技术中 可能能感受到一点 虽然是不能同时 但是他的 他的 世神品德 我们可能能感受到一点点吧 身心追往 远情足化 至而皆知 及我多想 一好之恰 皆也临时而 消旁作妻作妻作妻 非奏非奖 应息应思 举山相会 独正者为自方者爱 责人卷书 不宅勤宅 取静不远 不归子佩 何时悄然 中盈而发 伟众 伟众 素幽 无分心觉 无分心觉 无分 无分 心觉 身材非死 容身有些 尺 很遠 潇 穿 未enn 未奏 未队 外 未奏 未奏 隨針,最後一段是叫針 隨針五卷 偽眾素憂,無分心絕 下面我解釋一下 戒居就是獨處,是陶淵明的隱居 竹化,就是追念陶淵明或這時的情景 竹化,像電影一樣慢慢地在隱形化 一時發語詞,洛下,接吟 接吟也就是禁居,也就是民中的門 與你,盤,盤就是徬徨,是交談遊樂,徬徨 氣,就是休息,印絲,就是這兩個人的應言 相符合,再喝酒兩個人 相會,就是教會我 和,和是指障礙不通 這兩句話就是說,正道之行 不會昧視苟合,則不會為事所農,處處碰壁 責能,才智超群之能 卷疏,卷疏是一對反應詞,卷就是縮長,這裡就是指隱退 疏,就生長開來,這裡就指出事 卷疏,卷疏也就是由屈生也 不,就是陳述,情載,情人的記載,户在情載 龜就是龜券,配,就是佩戴,眼神就是他的記住 卷疏,喬然,濃色,憂慮的樣子 中眼,就是內心的話 違重,就違背中人,不合與眾 素憂,就是素憂,素憂,素憂,招致,指責 無分,無分,無就是叛逆 無分,就是逆分,逆點四分而行 基於絕,絕是跌倒 身材,就是人生和才幹 龍身,就是龍寡和棉身 然後內音,就是通達的,通達的言論,內音 接下來我把現代那個,百話文翻譯 再錄一遍,這一段的百話文翻譯 百話文翻譯就是 內心追憶完事,真情懷念深情 自君獨自隱居,給我多得旅行 友好交往融洽,里門巫蛇相林 夜樂周西相共,行友不乘車船 昔日,彼此舉杯相名,獨特耕直必微,至善 方正遭難,責任或贏或事 皆載,皆載,皆載秦代史兵 教訓歷史不遠,我勘夫子佩服 君時命龍元素,因此發自肺腑 偉重數招指責,被數心智受挫 身材並非實在,農民終歸虛無 美營永遠成績,誰來歸借我錯 所以說,從這裡看出來,我看出三個特點了 你看這個映絲,映絲那時候舉三香會 喝酒,舉著杯子 那說明稱他五六星山傳裡面的,他原本還是很喜歡喝酒的 很喜歡喝酒,然後 還有個人對他說 他說 責任卷書 責任卷書 不載秦載 不載秦載 許 許盡不遠,無歸子佩 那麼你看桃園名還是很喜歡看書的 這個就像 他有一句是叫 《得之輕宰善,正來古人書》 他很喜歡 很喜歡古代的東西 他看的書不只是那個 可能那時候晉朝 一些史下流行的書 他打不明白 《得之輕宰善,正來古人書》 這個 責任卷書 不載秦載 我猜的可能是 當然實際這些也是古書 但是我懷疑他 看的書 可能比實際這些更早 《漢代之輕》那些書也很多 都有設計 還有下面你看 《何時喬蘭,中隱而發》 這喬蘭是 是龍色幽綠的樣子 那麼 你看他對待朋友 非常有情有義 對 這個跟他的文章也看得出來 你看他的 《寄存世魅文》 《寄從地禁言》 這些文章都寫得 情真益切 所以你看他對待這個《寄言之》 也不算是 在他 也不是最 最那個吧 最親密的朋友 因為跟他見面 也不多個《寄言之》 但是他 跟他一起喝酒 這個 龍色 這個喬蘭 就龍色很憂慮的樣子 就是 就是替《寄言之》擔心 可能是那時候 劉頌 劉頌宗政壇 非常正當 他替《寄言之》擔心 所以說龍色非常憂慮 所以說從這段話裡 我們也經常讀 不僅能了解到 了解到陶淵面的一些 《思想品》的 還有《維倫法》 而這個文章寫得也很美 就這一段 我們多讀也好 還有一點就是說 生活的道理 一些想 《寄言之》在 這麼混亂的流送之際 能夠保住生命 活了73歲 後來就退休掉 正式退休 再過了73歲 然後保住了自己的官子和生命 可能跟陶淵面的規勸也有關係 陶淵面在生活還有他的做事方面 做人方面 特別是在做跟別人相處方面 給了他很多教訓 生活還有跟別人相處方面 給了他很多教訓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這句話可以看出來 他就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自方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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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如正者為自方則愛 也就是說 不要太違背眾人 不要自以為自己是正確的 要學得圓論一點 圓話一點 這個意思吧 當然不是說 叫他做不正義的事 那是不是 就讀正者為自方則愛 要學得 叫他學得圓一點 然後 身材非死 容身有些 這就有點那個 叫銀眼之學的 清虛一點 對不對 銀眼之 可能 從他的專誌裡 看得出來 他有個驕傲的一面 有個驕傲的一面 所以說 叫他身材非死 容身有些 反正就是這個 對 叫他學會清虛 學會 學會 做得稍微圓一點 不要太方 太正 還有 不要太 微重 微重 也不要太無分 你也是分合行 所以說多讀 我下次 接下來再讀一遍 所以說他 不要 那個 圓 學得圓一點 還要學得 清虛一點 這裡就可以看得出 嗯 銀眼之後來 具體不知道 當然他們 跟陶淵明一接觸 馬上變成一個 另外一個人 不大可能 但是 陶淵明的勸告 勸告在他內心中 應該一直記住 所以說他能夠 保全自己的性命 跟官職 一直活到73歲 這也是有關係的 接下來我再讀一遍 瞬心追往 遠情足化 至而結局 及我多俠 一好之恰 皆也臉舍 瀟龐奏契 非周非家 念西應師 取三相會 獨正者為 至方者愛 則能卷書 不再情宅 取盡不遠 無歸子佩 何時巧難 忠贏何發 為眾素有 無分心絕 身材非死 隆身有些 瑞鷹 永以隨真 與雀 隨真 隨真 與雀